黄毅前夫自甘堕落,受法律制裁,被判十五年,罪有应得。 黄毅是深受年轻一代喜爱的大明星,因电视剧上错花轿嫁对狼而走进大众的视野, 又以穷瑶剧《环珠格格》第三部《天上人间小燕子》一脚迅速红透神州大地。 黄毅有两段婚姻,他的第二任丈夫名叫黄毅清,不管孰是孰非,事情已然过去。 我想黄毅与前夫黄毅清现在早已释怀。黄毅清不是娱乐圈中人,本来仅忙碌于自己生活的小圈子,默默无闻。 他因贩毒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,剥夺政治权利三年,并除五万法金。 黄毅清自甘堕落且伤天害理,虽然正义没有缺席,但受他毒害的人精神与财产损失又由谁来弥补? 黄毅真的值得庆幸,婚姻之路没有和黄毅清走太远,否则,说不定也会陷入泥潭之中。 黄毅清尽管与黄毅母女撇亲了关系,但他依然还有父母健在,他被判刑,罪有应得,但无刑之中,却给家人带来无尽的伤害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